为了预防公积金会员坠入骗局 公积金局将逐步的落实新的保安措施 包括为55岁及以上的会员 将每天网上提款的顶线设置为2000元 中央公积金局今早发表文告表示 会员可以随时通过线上服务 将每天提款的顶线在0到20万元之间做出调整 但是任何的提款顶线的调整 都必须通过电子政府密码SynPass脸部认证进行 而且需要12个小时的冷静期之后才能生效 以避免未经授权的调整 而如果会员想要取消网上提款功能 也可以启动提款锁 将每天网上提款的顶线设置在0元 这样会员就必须亲临公积金服务中心才能够提款 另外从这个月30号开始 会员在更新联系详情时 也必须通过SynPass脸部认证 以及12个小时的冷静期才能生效 到了12月底 如果会员想要更新银行户头详情 也需要通过SynPass脸部认证 新的银行户头只有在银行确认户头 是属于会员之后才能够启用 这需要大约两个工作日 文告也指出 凡是会员提款调整每天提款顶线 或者是更新联系和银行户头资料之后 都会收到手机短信或者是电邮通知 预兜 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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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兵 预养 预养